恋宗齐把CP现状大曝光 有人分手后再度收获爱情 有人或将再次重返恋宗 甚至还有一对就因为75块钱而闹白 随着如今播出的恋宗越来越多 通过参加节目而牵手的情侣也有十集对了 而那些热门的CP在回到素人状态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首先第一位是来自半熟一的大嫂罗颖 她绝对是不少观众心目中的恋宗白月光 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莱莉 不仅家境好容貌出众 而且性格方面也知性得体 她最终和大哥黄瑞恩牵手成功 然而在下了节目之后 两人就因为异地的原因选择了分手 不过凭借节目的热度 还是给两人带来了不少的隐性利益 黄瑞恩随后在更多的城市开了西装分店 罗颖也接到了很多的广告 而最关键的是 罗颖近期疑似又有新的情况发生 原因是由于某位粉丝在评论区问道 莱莉是不是有对象了 罗颖直接来了一句 我有 这真的是自己在带头给粉丝发糖啊 第二位 陈思明 如果要问哪对CP是心动信号中最甜的一对 那来自第四季的方程式CP绝对榜上有名 两人从第一次见面就一见钟情 之后二人也是双向奔赴 而陈思明也凭借匹率的长相 收获了一大批眼粉 只不过最后到了线下后 却因为利益问题和方斌涵分手 分手后陈思明也从大厂离职 如今他在公众平台中开创了一个访谈节目 而随着近期心动期的官宣招募 不少粉丝也是纷纷喊话陈思明 能不能来一个反场 而紧接着陈思明就立马在社交平台中 晒出了一张自己到开源寺求姻缘的照片 难道这真的是在暗戳戳的回应粉丝吗 第三对 北极兔CP 作为心动六最可惜的一对CP 王凯志和范依兰刚下节目就官宣分手 等于二人几乎在线下就没有接触过 直接开启了各自的生活 范依兰没多久就找了个富二代 对方同样是来自美国的博士 长得还挺帅 然而正当大家准备课堂时 范依兰却发布了一则 能一起走一段路已经很幸运的文案 疑似是 半熟三大结局提前被泄露 万万没想到 节目上最甜蜜的一对 却分得最快 而大家最不看好的 却早已同居见家长 要说本期最甜蜜的一对 那一定是美梦将0CP 别看两人接触时间短 但是双向奔赴的感觉 从见面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正如大梦所说的那样 第一眼就喜欢上江峻林了 难道这就是一见钟情 但网友都觉得两人的进度太快了 第一次见面 两人一起去冲浪 在车上的时候 也没有太多深入的交流 没有了解的过程 大梦冲浪时 就能直接笔信表白 第二次约会 江峻林就明白了自己的心意 果断地跟许丽探牌 还跟好闺蜜苏苏说 她就是想要坚定地选择大梦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两人更是直接拍了情侣写真 动作很是亲密 都快要亲到一块了 这才认识十几天的时间 就亲密到了这个程度 很难不让网友怀疑 但在了解江峻林的前妻后 网友就明白其中的原因了 江峻林对这种类型的女生 毫无抵抗力 江峻林的前妻是TVB 曾经的扛把子 是一个很open的女生 经常在设媒上 发布很多比较开放的照片 而大梦以前在某牙上 做过颜值主播 从设媒账号发布的内容 跟白云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网友也因此开始怀疑 江峻林跟大梦 能不能走到一起 毕竟江峻林的父母 就是因为白云发布照片 过于开放 才让江峻林跟他离婚的 怎么可能再接受 一个同样风格的女生 很是恩爱的美梦降临CP 是不是真的可以走到一起 还真的不好说 反观一直不被大家看好的 金义慈CP 却已经好事将近 网友一直怀疑 两人的感情是有剧本存在的 是剧组请来的两位演员 毕竟两人的行为 一直在重复恋宗经典画面 第一天就在厨房上演极限拉扯 给节目提供了第一个课堂的点 然后还上演了恋宗经典桥段 纪维俊 还有灵异生病以后 马金龙在床边照顾 两人的恋爱 就好像是模板太过完美了 一切都好像命中注定一般 不过马金龙跟灵异 也用行动直接辟谣 两人真的可以做到 每次约会都完美无瑕 马金龙会在背包中充分准备 提前看好约会路线 准备好可能需要的东西 灵异也会时刻提供情绪价值 让马金龙觉得 自己的准备都是值得的 这样的相处状态 真的看不到一点不适配的感觉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马金龙到了灵异的工作地点 本来霸道女总裁的灵异 瞬间变成了一只小猫 依偎在老马身边 能有这样明显的变化 足以看出灵异真的动了心思 排除情感问题考虑现实问题 两人也是很合适的 马金龙虽然是学历很高 是复旦大学的博士 但他的工资却很感人 只是够他在上海维持温饱 想要挣钱一定会选择自媒体 而灵异就是传媒公司的老板 很容易就可以让马金龙C位出道 高学历帅哥这样的人设 肯定是可以在自媒体上站稳脚 如果灵异把马金龙 两人之间互相成就 而且会形成很强的经济链接 这也会让两人的感情更加牢固 据内部人员爆料 禁一词CP在表白夜 不顾旁人的拥吻 看得现场摄影师都害羞了 更是被网友在上海某小区碰见 不知是两人已经同居 还是灵异带着老马回了家 不管是哪种 都在暗示两人好事将近了 你们的手还不放 好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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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放一下 不用了 不用吧 不用了 我不介意 我介意 怎么样 最近怎么样 我感觉他们有很多悄悄话 好像 好像我们在这里很多鱼一样 说大声点 我想听一听 对 薛丁还好 就是工作很忙 工作很忙 你们呢 我也挺忙的 所以 原来这里还挺开心的 又可以度假了 是 感觉就是劳逸极合吧 刚回去忙一站里再出来玩一会儿 对 就是感觉 好像刚刚结束 然后又开始了 我之前都没有好好在韩国玩过 它是叫手腕 百乐达 百乐达 熟耳百乐达思诚 是的 他离机场很近的 开心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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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 我们今天是皮衣组合 皮衣夫妇吗 老铁 哇哦 你一起来个拥抱 来拥抱 三个拥抱 要拥抱 那我们三个人一起吧 我们三个 我们三个女生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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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咱羡羡慕了呀 来 孙孙宗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好男嘉宾 我们是今天的女嘉宾 请问你们想跟谁约会呢 今天 为什么要今天一起穿皮衣 对啊 你们这组合 你知道就是她从飞机上下来 我拿手机 那手机就她那个脸小到手机 我从那个关口出来就看到她了 哇 我就看着一个皮衣女就像 皮衣女 嗯 嗯 是 然后看了一个皮衣男主要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皮衣男坐在哪里 默契吧 可能就是 真不知道 有可能是在那边等着吧 缘分吧 等了蛮久了吧 三魂天聚无丁 七魂朝大兵 我让我来看看 所以我们还有任务卡 好像是 有任务卡卡 亲爱的伴熟恋人们 欢迎大家来到首尔百乐达思辰 你们即将在这展开两天一夜的旅程 祝大家玩得开心 大家有什么期待吗 我期待可以吃一顿烤肉 我期待去汉蒸 汉蒸 我期待大家一块能有一个小游戏小运动 可以 我期待大家能去在泳池边玩一些 不一样小游戏 看鸭子小鸭子可以先逃走吗 你想要什么 就会快要领老人真的 你期待什么 我期待啊 去泳池玩吧 找到快吃了 那你也有很多项目吗 好多项目可以玩 对 你丰富点 是的 是的 我期待 快乐小口 快乐老口 我们现在可以开心 我们现在可以开心 非常地有意思 那我们开心享受佳气 这玩意义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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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 可以 还挺不错的 要拍个照片 很大 这籽很好好看 reading 哇鬍子漂亮 这牙子给我拍了 Created 我没有吃过摆盘这么精致的海鸡菜 没有摆盘 我觉得他们这个菜真的就挺漂亮 怎有艺术感 作为一个很在意摆盘的人 我觉得他们的摆盘还是很精致 太精致 那我们再碰一个 然后开始吧 来来来 好开心又一起吃饭了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了 开动了 很嫩 好鲜 好嫩 这牛肉 这个好像不够你吃 太好吃了 你好说再给我三份 会不习惯吗 就是你们刚离开小屋的时候 就突然回归到现实 全不习惯 那大家现在相处模式 跟在小屋里有变化吗 有变化 我觉得应该是不一样的 因为在小屋里面是脱产嘛 但在外面是有工作 那如果 那如果 比如说林依很久不回你的微信 你会生气吗 会啊 为什么不生气啊 就让他这样子不回吗 你会吗 如果他不回你微信的话 我可能比较忙 我会比较顿 顿一点 我不会不回他微信 这种事应该不会发生的 你有不回我吗 我没有不回你啊 有一次 你这不回他微信 就是晚上 你是不是先睡了 我不知道 你整个晚上都没有回我 我知道了 就有一天我消失的那天 我真的睡着了 我下午就睡着了 因为我头一天没休息好 所以男人都在这个事情的 你看都在心里面 那你呢 如果速速不回你微信 你会不开心吗 他确实没有太多回信息的习惯 也没有 回你还是很夸的 还行 他都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 最开始 那还好 我觉得事先说也挺好的 你说清楚 可能你太忙 没有回消息也可以 早点晚点 无所谓 我主要是有时候怕 比如他出去 他一个人担心到安全 静阳说这个点很好 就担心到安全 就那种世事有回应 那你们出小屋之后 还有跟大家联系吗 在微信上 有啊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那天晚上一点中 然后老王在我们的群里 发了个消息说 有人下来吃宵夜吗 那一下真的就有叨到我 对 对 因为大家已经回到自己城市了 对 但有人突然Q了一下 好像就还在一起 对 关键结束的太快了 有点 结束特别突然 对 我其实也没有想过 本来以为就二十一天会很长 没有想到 那么快 到最后就是 我也说 我很怕进入倒计时 嗯 就 会好像没有准备好 其实你看拍完最后那两天 大家一块吃饭还挺开心的 我跟你说一个很巧的事情 就是 我有一天突然就想到他了 我又给他发消息 我说 你最近跟靳阳相处得怎么样 我说 然后我说 你这上一句问起来 对啊 我直接问他 然后我说靳阳有没有去找你 然后他就给我发一个 他说你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就是 我就说不会吧 不会 就现在你们就在一起吧 然后他给我打个视频 然后我就接到 然后 他们俩就在一起吃火锅 然后他以为是有人告诉我 真的不是 就我突然一下就想问他 在杭州呢 在杭州呢 对 这样去杭州找素素了 太巧了 你们有没有离开小屋之后 让对方不在你身边 你觉得孤单的时候 然后对方做了一件事情 你觉得 哇 他好像还陪着你的那种 有吗 过的时候点外卖了 而且他每次都能选中 我平时经常点的那几下 我都没跟他说过 我平时吃那几下 那你有吗 大萌 我有啊 什么时候 因为我不是后面 小屋结束之后 我又去了趟外面 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觉得 很孤单 我就拍了一个月亮的照片 就是发发IG 但我也没有 那不是要是我们那个回答吗 那问题 那转死人去了吗 当你看到别人发一个月亮 代表着什么 对 然后我就拍了一个月亮 然后我就发IG 那我也没有发给他 然后他看到之后 他就立马回我 然后回了什么 我很好奇 是很甜 好 好 到你了 应该有吧 上次那次他跟我说他饿了 说那要不给他平时吃的吧 但我觉得单独点吃的可能不太好 我就自己好像就该买了一份 我还带着其他吃的去他 敲不敲家们 然后带给他 因为也蛮久没见了嘛 所以现在见了一遍 好 你知道他们总是说小巫有剧本 有很多人这样说 但我觉得其实小巫是没有剧本的 但是他会加速一些事情的推进 所以小巫结束的时候 虽然我们那个时候是 互相告白得很甜 但是就是所有东西都结束之后 你还是会觉得 这是不是真实的吗 就还想看一看 回归到现实生活中 这个人是不是还是 跟在小巫里对你一样 我觉得回到现实中 首先每个人的一个工作的关系 还有他原本的一些生活的节奏啊 之类的 大家需要再重新摸合 重新适应 重新适应原本的生活节奏 我觉得我反过来还是很珍惜 在小巫里的那短短的二十天的 这样一个时间 真的太难得了 一辈子也就这一回 对 是的 对啊 也不能再去一次了 真的很多挺难忘的 你看 沁阳 你是又拿到任务卡 亲爱的半熟练人们 本次旅程的特别惊喜即将开启 接下来你们将进行情侣默契大比拼 summarize 来 说 你 获胜的一组将独抢神秘大理 哪个会难一点 描述挺难的 完蛋了 那你肯定是你描述 那也完蛋了 完成半拍拍了 那也是完蛋了 完成半拍拍了 大幕组出来 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我的一个运动 我需要拿什么才能去玩 三个字 滑板 三个字 冲浪板 对 我们在长白上一起坐飞起来的那个 三个字 二次 你的手下败账 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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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家伙 我带你去长沙吃的三个字 要包壳的 我都猜出来了 三个字 三个字 我们在长沙吃的很辣的那个 想吗 吃饭吗 对 你跟老王那天晚上跳的那个舞 我去约佳柔那天然后我就去敲你门给你的东西三个字 不想说 这个我忘了 这个我忘了 过吧 过 过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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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感受一下 你怎么手那么凉 不不 你让我感受一下 通个电 对 赶紧通电 你在小屋里经常唱的 假如爱有天意 两个字 如愿 在长白山 我们俩约会干嘛了 滑雪 泡温泉 温泉前面加两个 室外温泉 户外温泉 雪地温泉 我们在海边用什么许愿的 椰子 五个字 没有任何道具的情况下 徒手掰椰子 第一天回房间我自己在说什么 你每天在学我 一整个爱住 有人说你长得像哪个男艺人吗 吴京 论肌肉的正确使用方法 哈哈哈哈 不个字 臭肌肉 是这儿的 窝耳朵鸡 我不条我因为我敢拍一张手 蹬球签 很恐怖 高空球签 八分钟球签 这个字 签 算 过了 没了 哇 牛啊 太牛 厉害 是你猜的准 你描述的他有默契 手没摆我 完蛋了 人紧张 压力好大 我要看看 我说你有一点像多拉爱梦友 白宝袋 我发一条朋友圈 我说现在出去都不用了吗 报备 对 开挂了 我喜欢的一个绣球 它的名字叫 吴静夏 我们四个人一起玩乐 过餐车 我叫你的车号 马哈哈 那我的头像是 松武美 对 去上海 然后我带你去了 附近公园 你学的东西 我学的东西 煎蛋 专业 你的专业 不是 我的专业是吗 空气箱模型开发 对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我们没有猜完 后面应该还是可以 好 太厉害了 我们差一个了 差两个了 不过很厉害了 这得亏是你说 要我说 咱能猜五个就不错 你那意思我猜不着 不不 我描述的不行 好紧张 来 再穿一下 第一题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苏苏穿的什么颜色衣服 白色 第二题 你们俩第一次约会 那天吃饭 苏苏一共吃了几只虾 一块 三只 错 答案是三只 因为我们一共就那么多只虾 苏苏的食量不可能超 吃过超过四个 但我记得至少有两三个 哇塞 你比苏苏还知道他怎么吃多少的东西 他他他他他身吃不了什么 这你要很细心 蒙 蒙 在长白山看日出 杨阳喊的话是什么 我想找一个 这太难了 第一期节目中 小屋的第一餐饭 苏苏坐在谁的对面 贾荣 你 不是第一期 我都没进去呢 答案 答案是 家荣 邵家荣 我就是来拖后腿 于靖阳说 好的前任就应该 当次了一样 这记得真清楚 是不是 在小屋看日出那天 苏苏穿的是裤子还是裙子 裙子 裙子 对 太难了 是挺难的 太难了 下一个是 是我 那我开始了 嗯 你们第一天去往小屋的车上 三个人给林毅递水 林毅最后接了谁的水 他问 我也想要 这个给你 哇 开心 第二题 林毅的幸运数字是 23 在上海 林毅颁奖的礼服是什么颜色 红色 红色 沙滩躲避球小马跟谁一子 莉莉 你们第一次合照 林毅比的是什么首饰 剪刀手 剪刀手 对吗 对 最后一个问题 身高差是多少 10 太强了 最后一次有点厉害 有点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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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玩啊 不认输 不要来尝试一次吧 我觉得尝试一次 挺好玩的 玩吧 大梦的雪板是什么颜色 蓝色 大梦最喜欢的花是什么 红色葵 大梦在草坪的跨年夜上 左右两边坐的是谁 佳荣和JJ 可以 现在全队 你们第一次约会凯尔文的帽子 是什么颜色的 白色 谁说比较弃全的 凯尔文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雪之鲜 可以 告白日那天两个人亲了几次 哇 两次 哇 哇 太强了 原谅你了 问题是不是区别对待了 我们那怎么那么难 这个问题是不是区别对待了 我们那怎么那么难 这个问题是不是区别对待了 就是我们那怎么那么难 太强了 太强了 恭喜你们获得首尔百勒达斯城最难预约的房间 泳池别墅 以及客房晚餐体验 泳池别墅是首尔百勒达斯城酒店的顶级客房 也是很多名人来度假的首选 祝你们度过愉快的一天 哇 开心 不好意思 耶 在这个房子 我们大概先去参观打个卡吧 对 那我们出发啦 去下一个地方 走 走 起 哇 哇 这已经是房间了吗 这个客厅也太大了吧 看起来就很豪华 那外面就是泳池 还冒着乐器 这奖励也太值了 独享泳池别墅 走 哇 有日落 上一次看日落好像还是在小屋 是啊 已经归好久的时间了 还有飞机 耶 这出现很及时 待会儿可以下去游个泳 好主意 哇 好看 不像那个达里的那个画 它这个沙发还带流苏的 它的地毯好棒 我不是学的地毯吗 谢谢你们 好好看 欢迎来到我家 很好看 可以叫上我们的朋友们 晚上到这里 大家坐在一起玩游戏和东西 这个浴室真的就不大 晚上可以搓个澡 什么 你会搓澡吗 我会啊 嗯 哇 好好看你坐在那里我给你看 是一个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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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假装看 也不一定要看出来 很好看 这个 我配了一个鞋子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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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多毛 你也自秀给你看 我不是鸡辣的姥姥 你过来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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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好丰盛 好丰盛 这还看不太有可怕的东西 在 这是不是偶像头块的 对 这个房间就是 我喜欢的偶像外语的头块 所以我今天太棒了 太棒了 先 干杯 来 干杯 那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 默契如此之高 对 而且我们在小龙里面的过程 都过那么久 我们都还记得 我看他们在一起 好 问题 那我再找个吃的吧 你吃吧 对啊 你吃点 再吃点 就干饭 先给老板把吃饭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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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干饭吧 嗯 好饭 好饭 怎么样 干饭小龙子 不太享受了 好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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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还挺想要 大家一起 韩晨吃 我怎么吃饭 为什么 我在韩晨吃 我看老板都不中了 小房间 可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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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舒服了 好想睡觉了 我想睡觉了 这里是盐吧 它这个墙面上来的 可以点一下就知道是不是盐 什么喜马拉雅的粉饮 什么这种感觉 好烫 这个温度很烫 每次喝完蒸就会睡觉 特别香 好热 要不要去隔壁房间看一眼 我一会儿想去七十多度 要吃吗 我们去旁边房间看一下 走 一下 这个是紫金房 你也要这样对我吗 你们听过一句话叫打是情骂是爱 他喜欢你了 所以要踹你一点 这个地方好烫 你小心那个胳膊这个最嫩的地儿 别碰这样 这个我去的不痛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哇 七美这地儿真的是挺不错 真的 说实话 所以七美不愧是首尔白蓝蓝丝城 去入门的地方 这才是度假 嗨 我们现在在哪儿 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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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走 好嘞 走 换房 换房 来 她们去拥抱七十度 好嘞 啊 七十度 唱首伙伴 你喷的火 是我的扎心 你们优了点 这儿可是 高温 太热了 不行 我们等一下玩游戏 就输的人 然后再 就进来再十分钟 下别了 这里边敲一首歌的时间 不行 不用 我们出来了 脚不行了 你们想去冰屋吗 走 有冰屋吗 有 十三度 这是冰 冰火两个周边 啊 里面好冷 好好好 现在很冰 我也觉得 冰封小屋似的 别了 咱 咱那个 刚出完汗 容易那啥 冰封小屋 老马还没进来就结束了 就进来看 感受到了 真的 冰封小屋 冰封小屋 这里更像冰封小屋 这里是首尔百勒达思成的冰封小屋 嘉宾们把故人封城在这儿 里面还有没有秘密 还有没有封城的秘密 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现在就坦白 坦白局 你得提示我是吧 他们来嗓门可都不行了 应该 你得大点声 你要用广东话吗 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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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明 后并 庆明 后并 喂 好好的 你 你有广东话吗 好好玩的样子 我 我 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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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慢点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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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三个人速度完全不一样 凯尔文觉得好慢 六 七 五 八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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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 赶紧 左边 左边 走 走 走 左边 走 走 走 左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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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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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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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 往下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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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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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嘛 你不是左边 我就一直在左边 那是右边 不怪我 搞笑 好 第一个问题 你理想中的婚礼是什么样子 可能是一个草坪婚礼 然后不用特别隆重 但是至亲至友都在 然后穿婚纱那种 可以 可以 你们两个夜会中最开心的是什么 最开心的 太日出吧 我最开心的是看太阳的天中的蝙蝠 每日出日落都看 好 Kelvin 说出对方最近做的让你最心动的事 大孟说他不介意网友对我的评论 好感动 好感动 你觉得我都能够认识吗 OK 通过 你这好玩 男生先吧 好